太平王说了一顿甜言蜜语,让胡脸戴上了自己送的珍珠耳环,还说只要他答应,自己立刻就上门提亲,胡脸也将话撂下,真心是要真心换来的。 而萧燕燕去参加了韩匡寺的风王大戏,韩德让送萧燕燕回府,胡脸回来刚好看到二人打闹,有些闷闷不乐地回了房间。 萧燕燕得知胡脸竟然去见了太平王,不尽有些意外,另一边,习尹求污治大王,出面帮忙提亲,萧斯温只好一改强硬态度,称他会考虑此事。 主上突然光临太平王府,他赞成太平王与胡脸的婚事,也称这二十大仗是为了让他追到胡脸。 太平王仅是他放过习尹,其实更是因为习尹是太祖席三支的后人,不能削弱他们的势力。 主上保证他不会动习尹,也不会动耶律贤这两支旁戏。 说者还提起耶律贤辞了金卫军指挥使一职,很快太平王前来萧府提亲,还拿出胡脸的手镯作为信物。 萧斯温为此询问胡脸的心意,这才知道真相,便提出帮他回折婚室。 胡脸担心去婚会让萧家永无宁日,而见太平王待他尚有几分真情,自己愿意嫁给他。 耶律贤得知萧家二女即将出嫁,他不由思念起萧燕燕的一平一笑,连夜画出了他的画像,一夜无眠令耶律贤身体更为虚弱。 韩德让问起他的忧心之事,耶律贤只称他想见萧斯温一面。 韩德让便涉谋让耶律贤来到萧家,耶律贤知道萧斯温如今的两难,让他答应这两桩婚事,不希望此事让二人心生嫌隙。 回到宫中,耶律贤想起萧燕燕的背影,便让人将自己画好的燕燕画像装表起来。 大婚将近,萧胡脸满腔丝绸,他独自坐在院子里,对此萧斯温很是自责。 爹爹对不起你啊。